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第九十八节 《分外刑囚》 历尚思切 这两句亦属于不仁恕之恶 《分外》是本分之外 亦就是过分刑囚 历尚思切 历是讲理能力所及 毫无保留 所谓不留余地 这也是错的 换句话说 不知道陷阳 这是一个总的意思 小柱里头讲得很好 各位看下就明白了 那种心态作为都是折腹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觉悟 人在世间 时间是很短暂 百年一坛梓 何必在这短短世间 吾瑶树人 而去造作一切罪业 这种是佛在经论上常讲的 愚痴之极可怜吻者 人人坤子 时时隐阳 时时退后 所得的福报 所得的福报 无有穷尽 凡是不让人 那种人 都是薄福之上 那种人 不要跟他计较 现代这个社会 如果各位冷静去观察 你就知道 有极大的危机 埋伏在 而且那些危机 我们观察之中 不用很久 它就会爆发了 前几个月 我看洛杉矶 无西雜誌 里面有一篇 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 我看完非常惊讶 那种情形 如果不改善 美国 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 就不堪设想了 不单止美国会毁灭 世界都会毁灭 问题严重到极处了 我为了那件事情 特意去加州一次 和当地宗教领袖 社会领袖 举办了两次座谈会 在电视台 主要就是讨论 那个问题 现在大家对那个问题 都非常忧虑 没有办法解决 它是什么问题 是教育问题 涵盖了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也包括宗教教育 四方面教育结合 如果做得好 还能挽救 但是那四方面的教育 想结合就是很困难的事了 所以我祈求电视台 多播些正面的内容 善道人心 功德无量 电视台的董事长 总经理 也都非常难得 他们同意 我们提供港经的录影带给他们 老实说 那种做法 也是杯水车身 只是尽人事 希望社会大众都能过悟 都能反省 都能回头 这个世界才有救 上星期 台北三重 廖居士来这里见我 我将那些事情 他跟我说 台湾 青少年 都能反省 犯罪行为 同美国比 有个之义 无不及 父母教导 子女 父母说一句 小朋友顶十句 我听到那些说法 台湾问题 严重了 必定有大灾难 必定有大灾难 现代人不读书 中国古圣先言教我们的 不是预言 不是迷信 古圣先言 叫我们观察社会 吉凶和福 从哪里看 从人心看 你细心观察 他想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如果三业善 那个社会好 如果三业不善 那个社会一定有灾祸降临 这种不是迷信 古人说的 我们再拿佛的经论来对照 看看 令我们就坚定信心 深信不疑 佛在经上和我们说 依报随住正报转 这部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世界 这些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环境随住人心转 随住人的念头转 心念善 环境是吉 环境是福 心念不善 这是灾 是凶 是祸害 所以世出世间圣言 他们出现在世间 做些什么事 古今宗外 他们几乎做同一件事情 学习 教学 教学 全道 祸害的根源在哪里 法法讲得清楚 根源在我见 这个名词 真正能体会得到的人 不多 它的作用是什么 起什么作用 自私自利 这么说 大家很冷 我们现在看看 全世界的人 谁不自私自利 谁不是拼命地 追求明文利养 五欲六尘 这两句话 就从这上面讲的 分外仍求 历尚师切 不择手段 考取豪夺 增命逐利 昨晚 北京河云居士来新加坡访问 晚上我们一起在金山角吃晚饭 金山角 是一间素食餐厅 它里面有很多电视 我看电视里面 有歌女在唱歌 那个歌女我一看 她是魔鬼 不是人 听说那个歌女在外面唱歌的时候 门票 都卖到一千元一张 那还得了吗 我们这里讲经说话 不用钱人还不进来 那里一千元一张 还拨命往里头转 我们就想到现代人头脑想什么 不得了 群魔联毛 宁言经上讲的邪师说法如行河沙 哪些是邪师 那些全都是邪师 他们怎么教导社会 社会怎么会不乱 灾难频繁 一次被一次严重 我们就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acces度都把 Der 灾难的伤 요 要求去到哪里 real死亡 要求他 佛法都在三恶道 地獄現象、地獄眾生 他那種現象露出來就是地獄上 地獄上現前 我們還能過誤嗎? 怎麼救佛法、怎麼救眾生? 我們實在不明白 怎麼救自己都不知道 你說可不可憐呢? 從哪裡救起? 佛在觀無量壽佛經上 跟我們講的那三條 靜悅三福 那三條的重要性 有幾個人知道 佛講得很清楚 三世諸法、正業正恩 這句話你懂嗎? 三世是過去法、現在法、未來法 所有一切修行人成法 都是這個基礎 無論你修任何法門 哪個宗派 遍教物、教宗門教客 統統以它為基礎 沒有這些基礎 你就絕對不會成就 我們修行 先在那裡紮根 那個根紮下去之後 你先會有成就 你用功先得利 說老實話 你先能得 諸佛護念 龍天善神 擁護 你如果放棄那個基礎 無論你如何精進修學 諸佛不會護念你 龍天善神也不會保佑你 為什麼呢? 你行的是邪道 它是正法的根 根啊? 根之根是什麼? 孝養父母 逢時師長 就這八個字 十方三誓 一切諸佛教化法界 無量無邊眾生 教什麼? 就教這八個字 八個字 如果我們再將它散略起來四個字 孝親尊師 再散略這樣講兩個字孝敬 誓出世間的聖言 教化就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做圓滿就成佛 我們將這兩個字丟掉了 我們不孝父母 如果孝父母 你就不敢打妄想 就不敢做錯事 為什麼? 做錯事 打妄想 對不起父母 如果孝父母 你就不敢打妄想 就不敢做錯事 為什麼? 做錯事 對不起父母 未能於舊奉行 對不起老師 現在我們講這些話 非常痛心 感慨無窮 因為現在 孝道 師道 都沒有了 現在誰聽誰的 任何人都不聽人的 都希望人家聽我的 普言菩薩教我們行順眾生 現在剛剛相反 都希望眾生行順我 我不會順眾生 那就是天下大亂 所有災難禍害都降臨了 補救之道 就是反其道如行 世間人不孝 我盡孝 我做給大家看 就是佛菩薩 世間人不敬 我修敬 我修敬 做給大家看 那他就是佛菩薩再來了 現身說法 必須再來人才能做得到 不是再來人做不到 他沒有那種智慧 但是他也沒有那種福德 要有大智慧大福德 他才能做到 眾生善元成熟 先有那些大善知識 再來人出現 眾生不無福 做業 要受難的時候 那些人退隱 妖魔鬼怪出現 所以大家要記住寧嚴經上那句話 說的是我們現前這個世界 是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如行何沙 我們聽到這句話 要冷靜反省反省 我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 這樣才重要 如果自己是要魔鬼怪 快點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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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是岸 佛同摩 一念折擦 一念覺 摩就成佛 一念迷惑 要認真學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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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正宗同學 偏定的正宗同學修行守則 很重要的 但是少到不再少得了 最低的限度 我們能做到 這一生必定得生淨土 必定得諸佛護念 龍天善神保佑 我們在這個時代 極巨浪之中 不會被淹沒 我們能保住 如果不會依舊奉行 必定被時代的浪徒吞沒 你的前途絕對是黑暗的 我年紀大了 隨時可以走 我自己知道我去哪裡 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這個身體還留在世間 全心全力為大家 幫助大家 了解眼前的事實真相 眼前種種危難 能不能產生效果 是你們同修有沒有警覺 真的 對於是真的 真的警覺到 你又福 仍然麻木不仁 我對你也盡到責任了 你將來如果墮落在三途 你不要怪我 你不要怪我 我早就講過了 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 我常講 放棄自己的成見 自己的見解 自己的思想 都是罪惡 地藏經上講的 驗佛提眾生 舉止動念 無不是罪 是佛講的 不是我說的 我們想一下 沒錯 要捨棄 一切誰信佛菩薩的教會 依教奉行 我們先有救 所以一定要放棄自私自離 放棄明文利養 放棄貪親自慢 一切為眾生為佛法 絕對不為自己 我們那條路走出來了 解脫了 解除我們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看法 脫離自私自離 脫離明文利養 脫離五欲六層 就脫離六道輪迴了 五庭 分析 聖節 好現在時間到了 就講到這裏 講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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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